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在昨天当选奈史密斯全美最佳球员之后 小羊名ZakiD周志豪在今天又展获顶级奖项 五灯奖全美最佳球员 这样一来,ZakiD已经在本赛季包揽了六大全美最佳球员奖项 可以说完成个人荣誉的大满贯 其他四个还有 AP全美年度最佳球员 奥斯卡罗伯森全美最佳球员 教练协会全美最佳球员 和体育新闻全美最佳球员 这位身高气齿4寸220公分 才打了不到六年正规篮球的选手 过去的一个赛季场局可以轰下 22.9分,12.9篮板,2.1分干 帮助普渡拿下大时效常规赛和锦标赛双料冠军 并以一号种子的身份进入了疯狂三月 可惜封三第一轮就被16号种子FDU黑石榴 没能为赛季完美收官 现在NBA正是小球时代 哪怕统治了NCAA 但ZakiD的选校行情一直都难进第一轮 在著名选校网站的预测榜单中 它只有二轮60顺位的行情 此外,杜克大学的五星招募 前全美第一高中生Derek Lively 正式宣布投入今年的NBA选秀 这位身高7尺1寸216公分 臂展出众的球员 本赛季为杜克出战34场比赛 27场先发 场局拿下5.2分,5.4篮板,1.1助攻,2.4封盖 投篮命中率为65.8% 赛季的最佳表现当数 今年2月5号对阵北卡大学的比赛中 三投两中,得到的4分 14篮板8封盖两助攻的数据 其中篮板和封盖都是其大学生涯最高 在同届的内线球员中 Lively虽然进攻手段非常单一 得分大多靠吃饼 但拥有很强的护框能力 不俗的横移速度和出色的防守意识 斜防和补防的能力可以让全队受益 杜克少帅江山尔认为Lively是队中 上赛季进步最大的球员之一 也是一名优秀的团队选手 他的很多天赋是与生俱来的 随着赛季的深入 Lively已经成为了全美最好的防守者之一 同时这位2004年2月12号出生的球员 在其他方面还有非常大的可开发空间 Lively现在拥有一轮末到一轮中的选球行情 除这两人之外 今年康大的封三MOP 来自于非洲马里共和国的内线 Adama Sanogo的选球行情也很受关注 就是身高206公分的球员 身体强壮 本赛季场均可以得到17.2分 7.7篮板 1.3助攻 一封盖的数据 还开发出了定点的三分球能力 场均可以出手1.3次3分 命中率为36.5% 但他的球风仍然被认为不适合小球时代 同时2002年出生的年龄也不小 如果今年参加选秀 只有二轮末的行情 现在Adama Sanogo的商业价值高达77万美金 看起来留在大学再打一年 对于他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同理的还有小姚明扎克伊迪 北卡的两双猛男阿门多贝卡等 兄弟们这期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Which ones would be expected for anything in life for being too tall? Rollercoasters Would you rather sit middle seat on an economy flight or sit backseat on a smart car? Backseat of smart cars you can spread out sideways And finally who's on your Mount Rushmore of centers? I mean, 위에 drum would probably be as Shaq obviously, David Robinson Kareem Abdul-Jabbar Hakeem Olajuwon Patrick Ewing For the MBA it would probably be Shaq again Kareem Bill Russell Dan you would want to include Jokic and Embiid I think they're really really good And I think to finish it off I'll go with I'll go with Hakeem again